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集 那身形,那长相,是刘芬亲大哥刘勇,没错了 反正在夏小兰记忆里,他救刘勇比他爸夏大军疼他 两个女人被夏家欺负,终于有个人来给夏小兰母女俩出头 受园主残余的情感影响,夏小兰顿时眼眶一热 叫,我在这儿 刘勇抓着夏老太,脖子的青筋蹦得老高 要冲进去打砸夏家 听到一个娇娇软软软的声音,扭过头一看 正是他可怜的外甥女儿 他把夏老太一丢,快不上前 夏兰,你和你妈哪里去了 刘勇是个泥马匠,农闲时就帮人盖房子 昨天从林县回来,刚听说夏小兰的事 今天急忙赶来大河村 还在供销社买了白糖挂面 也是想给母女俩撑脸 夏家把礼给收下,才告诉刘勇 夏小兰母女已经搬去河滩老屋住了 刘勇又去老屋找人,当然扑了个空 刘勇就疑心夏家把人给弄没了 在夏家赖了半天,让夏老太把母女俩交出来 农村一般吃两顿饭 早上九十点一顿饭,下午三四点一顿 夏家还等着吃下午饭 夏老太就要赶人 两人从屋子里炒到屋外,才有刚才那一幕 夏小兰听了经过,赶紧安抚他舅 我们现在是在河滩老屋住 因为走得匆忙,我奶奶就给了二十斤红薯 过碗瓢盆没有就算了 衣服和被子也忘了让我们带走 这不,正说回来拿东西,就遇上舅舅了 刘勇看见外甥女活生生站在他面前 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下大半 夏小兰脑袋上缠着的纱布条 换成了一小块纱布贴住伤口 看上去也没那么吓人,刘勇又生气起来 夏大军,就让一家人欺负你们母女俩 什么班道何谈老屋住 那房子破得连狗都嫌弃,哪里能住人 夏小兰母女俩分明是被赶出去了 夏老太脸色难看得要命 他瞅见夏小兰母女出现 还以为他们在老房子住了一晚上,觉得难挨 这是回家求饶了 他幻想着,就算刘勇带着夏小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他也不会松口同意 哪知夏小兰说回来拿东西 都赶出去了,还能有什么东西 但刘勇在这里呢 刘勇和窝囊的刘勇不一样 说砸夏家,那就真的敢砸 夏老太表情扭曲 他就,你听见了 这是他们自己有好好的污不住 你摸着良心说说,有哪家儿媳妇把婆婆丢在一边不管呢 我这没用的老太婆也管不了谁 等大军回来,让他自己看着办 看热闹的都七嘴八舌,帮着夏老太 刘勋摇摇欲坠,整个人都缩成一团 刘勇觉得指望他妹还不如指着外甥女儿 夏小兰可能是惊了事,说话有条理多了 看热闹不嫌事大事吧 这是我们两家人的事 各位给腾个地方 你们该回去干嘛就干嘛去 刘勇把长舌父们轰走 夏小兰喜欢刘勇的做事风格 加上远主残留的情感 心里也觉得和刘勇这舅舅挺亲近 舅,等我爸回来,说不定要打死我 您说咋办呀 刘勇一瞪眼 他敢 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 刘勇很看不上夏大军 不过刘芬从前一心维护夏家人 刘勇是恨铁不成钢 就说这事 怕刘勇都听到刘延了 夏大军在林乡就真不知道 夏家的兄弟 各个胳膊都和女人大腿一样粗 一起站出去 替夏小兰出头 哪个还敢乱嚼舌头 任由刘延传遍四里八乡 把夏小兰名声搞坏了 好好一个大闺女 能不气地撞了柱子 这样一想 住在夏家还真是自寻死路 刘勇 挤开门口的夏老太 去 搬你们衣服去 我今天给你们做主 破房子也编去住了 跟我回家去 搬到夏家老屋 和回娘家去 是两回事 刘芬脚步发软无力 夏小兰却整个人都欢快起来 她也没想长久住在舅舅家 但她可以去那里做生意啊 大河村这些人 会卖鸡蛋给夏小兰才有鬼了 刘芬不敢动弹 刘勇决让夏小兰收拾东西去 三婶声音间的刺耳 小兰太舅啊 你做师不留点余地 非得要把他们一家三口给拆散了 你能养他们母女一辈子 自来娘家人只有劝和不劝分的 夏小兰可以滚出去 反正也是个娇小姐 刘芬却是家里得用的老黄牛 一天不在 三婶就要做刘芬的活 觉得很难挨 刘芬更是抖得厉害 她也知道 刘勇这次是认真的了 她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会儿又觉得 照着她哥的意思 她家就要散了 一会儿又想 连当舅舅的都来给小兰出头 当亲爹的夏大军 却还没回来 真的没有怨吗 是有怨的 只是怒若久了 有怨恨 她不敢说出口 夏小兰冷笑两声 三婶 我就养不了我一辈子 你能养 让你在红霞把我衣服还来 我要带着走 三婶顿时吸了声 夏家没有男人出头 全家人都蛮横不过刘勇 夏小兰脚下生风 冲进自己屋子 床下那双鞋不是她的 这才一夜呢 夏红霞就迫不及待搬进来了 床尾放置的木头箱子 是夏小兰的全部家当 大铁锁把关 钥匙就挂在夏小兰脖子上 没想到还有机会带走她 夏小兰费力抱着箱子出来 刘芬不敢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夏老太对她常年的欺压 深入骨髓 刘勇不信夏 她要是去屋里搜刮 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可夏小兰她敢呀 任由夏老太脸黑得像锅底 她又跑去把刘芬的衣服装了 刘芬拢共也没几件衣服 都是破破烂烂的 刘勇看得直皱眉 舅舅 我们还有点口粮放在老屋 刘勇大手一挥 一块带走 我今天骑自行车来的 那可不 崭新的二八杠自行车 就放在墙边呢 一辆这样的自行车 怎么也要二百多 刘勇是尼瓦将的大工 一天能拿两元的工钱 吓吓蓝想 她舅舅 这是发财了